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 播放聆听大悲咒能受益吗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讨论的依据 今天我们讨论的依据就是 圣言量也就是经文 那么根据经文 我们的回答是 一定能 播放和听闻大悲咒 一定能够受益 具体来说 我们从如下四个方面来论证 第一 如来所说 观音亲证 第二 恶道众生 闻咒得利 第三 修行善事 闻咒得果 第四 普通人闻咒 种下菩提种子 经文乐 观世音菩萨 崇摆佛言 世尊 我年过去无量一节 有佛出世 明月 千光王静注如来 彼佛世尊 连念我故 即为一切注重生故 说此广大圆满 无碍大悲心 图了你 以金色手 磨我顶伤 作如是言 善男子 如当持此心咒 普为未来恶世一切众生 作大利乐 我于事实 始祝出地 一闻此咒故 朝第八地 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 观世音菩萨 在第一次听到大悲咒的时候 是出地菩萨 但是 由于他听闻大悲咒 所获得的功德 使他立刻 成为八地菩萨 因此 听闻大悲咒 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这是观世音菩萨 为我们亲自验证过的 经文说 三千大千世界 幽隐暗处三途众生 闻我此咒 结得离苦 三途 就是三恶道 恶道众生 能够听到大悲咒 就可以脱离苦难 经文又说 若声闻人 闻此陀罗尼 一经而止 修行书写此陀罗尼者 以智之心如法而助者 似沙门果 不求自得 声闻人 就是跟随佛 学习修行的 比丘僧 他们所追求的 果位 称之为四沙门果 也称为 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其中最高的是四果 阿罗汉 这是对修行人 声闻修行人的利益 经文又说 若闻此陀罗尼名字者 上面无量节 生死重罪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 他没有 或者说 由于福德不够 不能够听闻 整个大悲心陀罗尼的全文 而只听到了 陀罗尼的名字 也就是 广大 圆满 无碍 大悲心陀罗尼 仅以此功德 就可以灭 无量节的 生死重罪 因此 听闻 大悲咒 能够获得功德 而且这个功德呢 是不可思议的 经文还说 若行旷野山泽中 逢指虎狼诸恶兽 舌缘精魅亡良鬼 闻诵此咒 莫能害 若行江湖沧海间 毒蛇蛟龙 摩羯兽 夜叉罗刹 鱼原鳖 闻诵此咒 自藏也 那么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如果一个人 在 山野 或者江湖湖海之间 独行的时候 容易受到 各种 精魅亡良 夜叉罗刹 等等 带有恶意的众生的伤害 那么如果此人 正在读诵大悲咒 这些有恶意的众生 听到读诵大悲咒的声音之后 就不会再来害这个人 甚至 自藏野 也就是说 自己都躲起来了 那么经文在这里面说是 闻诵此咒 也就是说 只要他听到 有诵此咒的声音 他们 就不再加害此人 或者 干脆 躲藏得远远的 因此 只要你能够 持诵修行 乃至于播放 大悲咒 都可以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 经文又说 另比耳闻 语作菩提音 世人功德无量无边 暂不可进 也就是说 如果你使用某种方式 让别人得以 亲耳听到 大悲咒的声音 即便 此次聆听 不能给他带来 立刻的利益 也可以 为他远作菩提之音 使他在未来 能够有因缘 亲近佛教 修行佛法 乃至正德 无上正等正觉 那么你的功德 也是无量无边 暂不可进的 综上所述 播放和聆听大悲咒 能够获得不可思议的功德 这一点 已经无可质疑了 最后 我们再给大家提供一个限量的证据 也就是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实 这件事情 在我们频道里面 有专门的一个故事来讲 他的题目叫做 菩萨保佑免去 血光之灾 说的是一位师兄 在开车的时候 他同时播放着 另外一个师兄的 念诵大悲咒的语音 后来他遇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 差点出了车祸 但是好像是有菩萨 在忽悠着他一样 使他免去了这一次的 血光之灾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频道里面 搜到这个视频 好了 今天的视频 我们就播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敬请点赞 打赏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感谢您的收听